鱼马一句是今年三月客委会与指风车剧团共同制作 改编作家小野同名绘本 故事寓意是要告诉大家族群要相互融合 团结合作才能消除祸害 又鉴于绿光剧团人间条件线上聚集受到广大的回响 指风车剧团也发起线上陪伴计划 7月3号由鱼马拉开线上直播序幕 所以我感谢指风车在议庭里面提出这个陪伴的计划 让大人小孩我们一起再回顾鱼马的演出 希望在这个回顾里面得到更多的欢乐 也得到更多的启示 真正的相信这块岛上的人 只要大家互相信任一起合作 那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我想鱼马是一个现代歧视路 非常欢迎大家准时来收看 我们这个鱼马可以安慰全台湾的 在疫情中痛苦的阿公阿嬷跟父母亲 还有小朋友 安慰全世界在疫情中的小朋友跟大人 另外7月10号还有指风车 另一出戏马顺风儿的新香炉 线上观看 陪伴每个家庭度过苦闷的防疫时光 这两个事也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像鱼马 他告诉我们 要大家族群融合 抛除己见互相谅解 团结合作 才能够消除祸害 而且鱼马还带给我们希望 那顺风儿的新香炉 教我们了解自己 尽自己的本分努力 就是最大的贡献 那这两个戏 最后都有很大的疗愈效果 我觉得在这个疫情期间 推出这两个戏 它其实有很大的意义 剧团原定的下半年演出 接连取消 面临疫情威胁及环境挑战 剧团仍希望全世界的孩子们 不管在哪里都可以观看表演 让孩子们欢笑迎接暑假到来 记者温宇峻台北报道 已经报道了 我们下午监督的小海 从前一班前面里